第二天我們就去發掘一下周邊有什麼 我就說有兩大發現 第一大發現 我不是說這間酒店是在Racha 走過對面就是小印度 一過馬路 第一樣東西我發現到一間 看上去的大樓 就好像那些北河街熟食中心或者街市 其實很出名的就是新加坡的巴澤 那些不同類型的巴澤 它就叫足腳中心 足就是一隻足的足 腳就是一隻腳的腳 就是手腳的腳 足腳中心 最初看我們完全不是叫看不上眼 因為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就想像桂林佳佳市那樣 但就不理了 想和我媽媽什麼都去發掘一下 我今次希望做到那種就是 和我媽去探索一些 大家都沒看過 或者我們好奇的東西 我就說我們沒有特別安排景點 喜歡就走進去吧 我就走進去這個足腳中心 最初我找東西吃 足腳中心這一類巴澤 都應該有早餐 因為我的酒店沒有包早餐 於是乎進去足腳中心 剛才你見到就是有隔離這個 原來因為它很近小印度 也有一點近一些華人區 它這個足腳中心 就是一個兩層高的街市 稍後拍攝了一些照片 看到一些街市的景 然後地上那層就是吃東西的 為主 然後呢 上面那層就是賣衣服的 而賣衣服的那層 基本上有九成半 都是印度衣服 即是印度那些薩利 或者那些印度人那一隻 又開叉的裙子 印度王子那些閃亮亮的衣服 即是孔雀王朝那些 但樓下那層 是一個非常之大型的熟食中心 主力它有兩條街的 兩條行的位置 就是賣這個印度食物 因為它以小印度為主 所以有兩行走進去 才能聞到強勁的咖哩味 即那些不是叫咖哩 抹沙拉 即那些混合的香料味 因為早上我們去 看到很多印度人已經坐著開餐 當然他們很多都還是習慣 例如會下手開餐 然後兩條行主要是賣咖哩 賣咖哩角 即是那些小鈴鐺 然後是抹沙拉茄 那類的咖哩餅 即那類 然後它有一半就是這一棟 我們一邊走走走地看 也聞到香味 另外一邊它會賣 有些可南雞飯 中式 蝦麵 其實什麼都有 這件事我發現了 在新加坡 你不是都去過那些什麼 很開心 我和媽媽很開心 因為那裡不是遊客區 重大很貴 某些餐廳 我們進去後 先給咖哩角吸引了 第一很大隻 二來真的很香 我打算 我們的策略就是 一人買一些不同的東西 即是中式也好 印度式也好 什麼式也好 最喜歡吃什麼 就是買 買完回來就分享 我最初就讓它去買 因為要和印度人溝通 要講英文 所以我去買咖哩角 我最初打算 你看這一張 就不太看到尺寸 其實它一隻是一個手掌那麼大 我的手掌那麼大 我最初打算買一隻 那不如試 我問它多少錢 它就說 $2 $2 $3 $3 $3 $2 $3 我最初以為 它以為它的意思是 $2 for each 然後你最少買三隻 它不是$3 它不是說三隻 $2 $3 $3 我最初以為它買了$2 因為我覺得$2很合理 這麼大隻 波子也是$10 $2 波子就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 對 無論如何 我想應該$2 一隻 我馬上看看多少錢 就是 買$10 $1 一隻手掌那麼大 以及新加坡的 紫水 手掌那麼大的 咖哩角$10 一隻都很合理 所以我想是否一定要買三隻 我說1 1 1可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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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然後原來它說是$2 波子三隻 即是說$11 有三大隻 我還說混合OK 它說OK 可以混合不同的口味 其實它做幾款 一款是包著魚的 一款是包著薯仔的 後面那款是三角形的咖哩角 也是包著薯仔的 我已經覺得原來印度 這個也是印度人的文化 印度人是不騙印度人的 不可以說不騙印度人 印度人是對自己的同胞 因為你有需要你來吃 所以我會用最地道的方式 尤其是吃東西 因為我走了 這麼近小印度 我們幾天也在小印度那邊 逗圈走 你發現它裡面賣的東西 無論超市 無論小店 無論這些食物的店 全新加坡差不多 我不敢說一定 百分之一百 但我覺得是接近九成九 九成半 是最便宜的 後來也在我親戚的口中印證 她說多便宜 她說你的區是最便宜的東西 無論超市 因為我頭兩天 超市搜羅了果汁、飲品等 然後我發現 我再不在其他區買到同樣價錢 譬如我買一瓶一公升的果汁 我在小印度 可能是一個多銀錢波子一支 即六七元一支 但我一出去了其他地方的超市 或辦館 差不多買了兩元兩個半一支 你會發現印度人在裡面 因為整個社區都是她自己的人幫襯 而且我發現遊客有 但在裡面買東西的遊客不多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做生意 都是賣給印度人 所以整體上的東西是便宜 你說兩元三隻咖哩角 簡直就是 你會覺得有沒有這麼便宜 十一元 而且因為她的客戶不是重慶大廈的遊客 是她的格子 對 全部都是自己人 所以她的口味是非常正宗的 即連我媽媽都說 我未吃過 首先她的辣度是相對高一點 但有錢我們都吃得辣 但不是那種很辣 即不是辣到噴火的 即是因為她的香料很夠 所以我媽媽說 其實我在香港 未吃過 一些味道那麼豐富的 即是她沒有用豐富的兩字 她說未吃過那麼夠味的咖哩角 所以我們幾乎每天都去 都去那檔東西 要不就買回酒店 留回宵夜 或者第二天早餐 因為第二天早上走過對面 只是走五分鐘 走過對面吃早餐 吃早餐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試過海南雞飯 有試過去的蝦麵 有試過去的雲吞麵 那些是沒什麼事的 不是特別好吃 也不是特別難吃 很正常 但價位也是便宜的 例如我買一個海南雞飯 不算套 即它不需要拿什麼菜 一碟海南雞飯 它都在說三元波子 三元波子很便宜 三元一十五 是的 即是在新加坡來說 我給你開六 這十七元左右 十八元以內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原來這個足腳中心 比香港便宜 它沒那麼大碟 它小碟一點 但如果以一個女士的份量 我只可以說 它的海南雞飯的份量 但如果以三元來說 整個足腳中心 整體的消費 是相對牛車水 相對其他的熟食中心 我覺得是便宜的 不過應該這樣說 不知道會不會是 如果在新加坡那裏 在餐廳那裏 或者在地道的餐廳那裏吃東西 其實消費不會比香港多貴 對不會太貴 除非是遊客區 又或者他已經入了商場的餐廳 因為我們其中有一天去到金沙的大商場 食廳那裏吃東西 它可能一碟海南雞飯 它的雞肥一點 油飯也比較多 但它說的已經差不多七元多 八元波子一碟 即是回到香港的商場價位 所以以我和我媽媽的逍遙遊 不是想著一定要去吃好東西 不是一定要去排隊 或者吃什麼最出名的那些 純粹就是因為很方便 早上抹大眼起床 因為我們睡到前醒 然後抹大眼起床 然後就去足腳中心吃早餐 那個輕巧和舒服 是令我們感覺很好 整件事很街坊 所以我每天都在足腳中心 解決我們的早餐 還有有時買少許咖哩角做宵夜 買到連那個印度女人都認得我 連續買了三天 即是都是 熟客 每次買不到 熟客多兩元 都是幫襯兩元雞那麼大把 所以她不會覺得我是my friend 因為幫襯太少 這個是發生的大發現一 第二個大發現又在我們這間酒店走 因為我不是說一邊走去小印度 另一邊走去烏捷路那邊 我們沒有走出去烏捷路 但是我們沿著那條路 走去大街 其實我純粹是explorer那邊有什麼 我發現了一間酒店 叫做吳槽 吳槽是Racha的中文譯法 叫吳槽的一間小食店 那間小食店專賣豆腐花 那間又輪到給大家看 那間豆腐花從我的酒店走過去大約四分鐘左右 一條直路走出去 如果我每一次在另一邊地市站 都會經過附近 這間的豆腐花 它是真的不起眼的 在一個旗樓底的一間小店 他專賣油炸鬼 西亞波式的油炸鬼 然後豆腐花 然後有咖哩角 咖哩角也是跟小印度那種很像的 但原來口味真的差很遠 印度人和中國人做咖哩角真的不同 我們比較完之後就說 不行這間的咖哩角不行 一定是印度人那間店 但這間豆腐花是不能撐的 因為這間豆腐花 首先每一天我們晚上回去的時候 有時經過有時不經過都會特地走出去 我說媽媽你先回去酒店 我去買豆腐花和豆漿 我不知道它是否即和地找人弄 因為我沒有問他 這個老闆娘每天黃昏開檔之後 都非常非常忙 因為原來很多街坊客 你不是見排隊那種慕名客 是那些街坊 自然會去的 自然會去的 那些你應該覺得住在附近 但又不是走到那些 又駕駛電單車去買豆腐花 買豆漿就走 或者買甜品的糧粉就走 但絕大部份人都會買些豆類製的東西 我想我在香港很久沒有吃過這麼滑的豆腐花 還有豆味這麼香的豆腐花 在新加坡就更加 我都說 這個是我近三年 疫情前那些忘記了 疫情這三年到現在吃過最好吃的豆腐花 而它一碗的價錢 連外賣盒 好像沒有計算 忘記有沒有計算 價錢是說過半波子 過半波子即是八個多人錢一碗 又是真的很便宜 比香港便宜 對 比香港便宜 香港也十一元 還要不好吃 還要粗糙糙 這個很滑很滑的很重要 就算它這樣倒下去 它不用加糖 它會倒一些它自己混合 但很微甜的糖水 因為它的豆味很重 它不需要用一些很甜的糖水混合 是滑到不得了 我是每晚好像不顧健康 每晚都要end call這個豆腐花 我吃了四晚都吃豆腐花 而且它熱的很好吃 雖然有熱、有冷、有豆漿 我們也有試過買它的油條、油炸鬼、煎堆 也試過 其它那些東西便可以了 唯獨市的豆腐花真的不得了 那些油炸鬼有沒有油炸鬼味 油炸鬼它有的 不過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跟我們香港吃的質感有少少不同 你不覺得它不好吃 但又未去到你每天要end call 那種感覺 所以這碗一碗半的豆腐花 我仍然覺得 住在Rotscha這個位置 夜晚的甜品和早上的早餐 已經完全解決了 整件事就非常之 那些覺得很好吃 好酒腳和很好吃 價錢相宜 不會說你去到買很多東西都要就住就住 最重要是因為它不需要怎樣排隊 和很接近我的酒店 這一個都是特別的推介 如果大家將會有機會住附近的酒店 其實都可以留意這間叫做不吵的豆腐花店 因為它不是特別說那些什麼排隊出名 街簿或者寫的信 所以是街坊發現的一個推介 但你只是看這張照片 我想大家都感覺到那種滑 賣相也好 賣相也好 沒有關係 它真的很美味 如果我在香港覺得那些豆腐花很滑 其實我不會經常去買來吃 這個就想不到去地 是這麼OK的 所以整體 首先這個就是在我住的地方的兩大發現 而且因為它很近小印度 在旅遊中就說 吵不吵 是呀 因為我不是說隔了一條大馬路 才去到足腳中心 有件事在西加坡不需要擔心 就算那個地方 閘、吵或閘也好 都是乾淨的 是呀 這件事絕對不需要擔心 剛剛我想說 塗水呀 那些什麼洞 紙洞 全部堆出來 紙箱 我不是特別說民眾什麼 因為始終有些人的印象不好 可能是印度 雖然人家叫小印度 但是人家會聯想印度 印度就是這樣 第一 新加坡的小印度很乾淨 第二 我媽媽也說 那些人就算晚上有人來人往 你以為 第一晚下去 都以為人都會很雜亂 然後你發現一點都不雜 純粹是人不多 但是不雜 我們都會覺得那裡的治安很好 你不會覺得那裡要小心任何人包 那些人很有禮貌也很好 他只不過是習慣了晚上活動 晚上才出來買東西 也都是全新加坡 我都相信是 過了九點之後 八點半九點之後 整條街都是非常熱鬧 因為我想是印度人的習慣 就是我下班之後 才跟朋友出來吃東西聊天 或者我去印度廟拜神 又或者我去買東西 甚至乎一會之後 去拍照給大家看 他們很喜歡晚上去買金 因為那個月小印度 有很多金器買金的店 我媽媽媽 爲什麽 那麽多人買金 還有那麽熱鬧的那麽好 那麽個那裡住的印度人 因為那些可以去到新加坡打工 然後又會買黃金回去鄉下 或者買金器回去鄉下 那麽很熱鬧 所以晚上當我們沒什麽做的時候 那我就會和我媽媽 走過對面走街 沿著小印度的小店 店舖就不特別有很多東西看 不過就是感覺一下那種熱鬧 去看看那些印度廟 就是你看到整個店 都是買印度廟拜神的花 那些東西 就是你作為一個旅遊觀光 其實都幾開心 就是晚上好像沒有東西看 還有 散步 是的 還有其實一會兒可以轉頭回來講一下 小印度的超級市場 大家經過真的必然要進去 你會覺得很棒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22971825